歡迎收看事點31 今晚有我黃青妍 還有我麥家衛 美國總統選舉 在香港時間今早舉行了第一場電視辯論 今次有個特點 就是很多美國傳媒 都安排了一個即時事實驗證 看看候選人有沒有說謊 或者引用虛假錯誤的資料 看看這些Fact Check的結果 Huffington Post說 在說謊方面 特朗普領先16比0 華盛頓郵報也指特朗普的謊話 和錯誤陳述 大幅拋離希拉里 他們甚至有個不斷更新的謊話症指數 特朗普的得分可以說破紀錄了 如果香港也有這樣的指數 這三個人得分又會有多少 這些相片有點蒙 是因為近來在橫州發展的解釋相 他們的解釋也有些不盡不實 甚至有誤導之嫌 就像這些相片一樣 像張炳良一樣 上星期記者會 張炳良就口口聲聲說 摸底對象包括民主黨的區議員 但在鄺俊宇和黃偉賢開記招反駁之後 張炳良才承認 房署根本沒有跟他們提過 萬七個單位 又或者是分期發展 遊說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 但不少市民可能已經被誤導了 有例如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 昨天在電台就說梁振英親自去拍門推動棕地的發展 人知是說大了還是說多了 昨晚張志剛就要發聲明澄清 說梁振英只是在內部要求相關部門去研究 他應該是所有政策都有拍門的 比拍門更加嚴峻的就是 香港01引述消息指梁振英在高層會議上提出 要提高余景灣項目的地績比 令人質疑是否涉及利益輸送 但梁振英今早被記者問到有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建議 是否由他親自提出 跟照片一樣 不清不楚 橫州發展政府越解釋 疑團就越多 棕地作業過中又涉及多少利益